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证实一下我学了中文百个月 百个月之后呢,我的这个口语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首先呢,我想给你们解释一下我是怎么学的中文 我17岁的时候呢,去了中国留学一年 这是因为我赢了一笔江水金 一共好像是一万三千欧元 我当时是从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天 每天都在教室里学习,上课,考考试 学习的课程呢,都是与汉语相关的 然后每天大概学习13个小时 从8点早上到9点半晚上左右 我的中国老师对我们留学生的这个要求非常非常严格 然后我们每天必须得学习30个单词 但是30个单词还好 有时候他们还会让我们做停写 然后靠100个单词 每天靠100个单词 不知道你们就不知道这个HSK HSK就是韩语学评考试 然后一共有6级 我们是从HSK一直学习到HSK5级 然后我通过了8个月之后呢 我就通过了HSK5级 到了这个视频之后呢 我再也没有学习中文 因为呢就是这个视频已经可以忍你流利的去说中文 我刚才说我当时学中文的时候17岁 但是呢我现在呢已经24岁 所以很有可能你现在想知道 就是我这么多年 已经7年的时间 我是怎么没有把中文忘掉呢 这是因为我从中国回来了之后呢 我会就是努力去叫中国人说话 然后呢我在自己的国家 就是意大利 待了一年之后呢 我还决定了就是在中国上大学 所以我后面就回来了中国 但是呢我当时就是我的那个专业 不是中文不是汉语 我当时是在学习政治学 跟汉语没有关系 所以我还是真的近年一直没有学习中文的 and now you must watch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there